第161课 祝福我吧 神圣的上主之子 你确实是有福之人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这就是宽恕他们吧 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路加福音23点34分 这句话如此重要的原因 你必须宽恕你的兄弟姐妹 未曾犯下的罪 小我运作时 你的人生不过是一场投射 你会控诉他人 做出你自己所做的事 这是小我之心的投射机制 但是反过来看 如果你能看穿你的兄弟姐妹 被你是之为罪的行为 内心也依然爱着他们 你就是在宽恕你所认为的 一切罪过和错误 你所背负的许多羞耻和内疚 都是根据一种信念 你犯下了某种错误 所以你不是好人 你不可爱 这些都是小我的观念 而且并不真实 你怎么知道那不真实 因为他让你感觉自己很糟糕 还建议你去攻击他人 因此 在今天的练习中 我们请你做的与攻击恰恰相反 我们请你解除小我的一大武器 也就是批判 你认定自己知道 他人应该怎么表现 你认为你这一生 可以扮演上主的角色 因为你对你认定 违反上主天律的人 施加惩罚 然而 上主允许每个人 依照自由意志 去做自己决定要做的事 你有什么身份 可以主张这事情 应该以其他形式发生 我们希望你专注在自己的人生 走在自己的轨道上 管好自己 如果他人成为 你要应对的事 只因为你与他们的互动 那么请运用上述技巧 这样你才不会谴责他们 也不会因此谴责自己 须知 没有一物真正离开你的心灵 当你将某个事物 投射在他人身上 那是一种使你认为 自己摆脱了词物的幻觉 当你批判 厌恶 斥责 或看清他人 你不会摆脱任何东西 反而会因此受苦 因为他们都是你的一部分 请勿攻击他人时 认为自己不许承受后果 你必定要承受后果的 不是因为你遭到 会报复的上主惩罚 而是因为 这是个反照的宇宙 你会收获 你种下的所有东西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我们明天再会